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希望今天讲解的话 我们同学们对弗拉斯的存储器的读写原理 以及光盘的分类和它的读写原理进行了解 那么应该说关于弗拉斯来说 我们自从磁盘技术发明以后 很多人就想试图发明一个取代磁盘技术的这样的发明 但是基本上都以失败高中 比如说CCD的存储器 比如说磁抛存储器 全息存储器 包括全息存储器到目前都无法取代磁盘 原因是什么呢 每当有新的技术要推出的时候 磁盘技术总是能比预期取得更大的飞跃 而且它造价也是相应的非常的低 所以说新技术很难占领市场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些新的技术的话 那么它的发展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那么应该说第一个成功地挑战了磁盘的 占领磁盘的一席之地的就是一个快散 就是Flush的Storage 那么快散的话或者叫散存的话 它是一种非意识性的存储器 那么它的访问速度的话呢 大概是比磁盘快了100到1000倍的样子 所以说相对于传统的磁盘而言 那么散存它的尺寸小功耗低 尤其是因为它半导体存储器 它抗震性好 它不像磁盘是个机械特性的 是吧 它震动摔几下的话磁盘就坏了 那么目前来说散存在移动电脑 移动电话 数码相机 MP3播放器等等 那么广泛应用 那么现在现状是什么呢 Flush Memory是什么呢 Flush这样的存储器 目前来说散存每Gb的成本 逐年的按50%在下降 所以说散存是越来越便宜了 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 每Gb的散存的成本 仅仅为4到10个美金 所以大家看到 你们现在买油盘非常的便宜 不像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那么但是即使这样的话 应该说散存的价格 比磁盘还是贵了2到40倍 那么散存的速度呢 那么它既然比磁盘快了100倍到1000倍 相对地元来说 那么大概是慢了5到10倍的样子 所以说散存的诞生出现 目的它是想要取代硬盘的 那么散存是一个电可插写的 一个可边止度存储器 那么第一款散存的话 称为NOR的这样的散存 它的存储单元很像我们一个标准的 霍飞门 那么它和通常说的存储器 一样的可以随机寻止 它像半导体存储一样 可以随机寻止的 那么后来出现的NND 就是相当于是 雨门的这样的邏輯单元 这样的一个散存的话 它的存储密度更高 但是它要访问的时候 它是以快为单位进行读写的 那么它的NND的话 它的散存的每GB的成本 比NOR的散存的话要低很多 那么对于散存来说 为什么它能非常的市场占领很好呢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既插既用 朋友们知道U盘 U盘它的存储单元就是它的散存 Flash 那么Flash的话 做的U盘 大家知道一用的话 一插焊器就可以用 非常的方便 不需要驱动装置 那么散存和磁盘滴软不同的在于 散存的存储物位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 有限的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它就读写大概能够100万次 100万次的样子 所以说现在大多数NND的散存 它里面实现的是包含的一个控制块 这控制要干什么呢 它尽量把写次数多的那些块 把它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有的块这个散存里面 有些块经常用的 我把这个写的话不放这一块 移到不用的那个地方去 那么这样的话 均衡一下 写就每一个块的写的次数 使它的话呢 就是次数的话相当 所以说这种技术称之为磨损测量技术 那么虽然这个每个散存带着这个控制器 使得把经常写次数多的块 转移到次数少的那些块上去的话 降低了散存的潜在性能 但是非常有用 为什么 它可以减少每一块的损耗 因为它要是每一块 最多的次数是100万次 那么你老写老写这一块的话 那么很快这个散存的话 寿命就到了 寿命就到了 那么所以说这也是写限制了散存 到目前为止 没有在桌面和服务器市场普及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它写的寿命是有限的 它不像磁盘啊 磁盘虽然也写的寿命也有限 但是那个散存的寿命的话更有限啊 更有限 那么到2008年 大家知道 现在第一批以散存代替磁盘的笔记本电脑上市了 所以我们有的同学可能买了电脑是那种 就是固态盘的啊 固态盘的这个电脑 那么它的所谓固态盘就是用flush来做的啊 取代磁盘的这样的电脑 那么这样的电脑的话 可能体积就很小了 是吧 体积很小 启动速度很快 因为它是半导体存储器的话 启动比硬盘要快100倍到1000倍 那么它的那个电池的话 带电的话呢 那么它的工作时间就更长了啊 更长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对于flush来说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那么应该说 它写这个的话 对于写来说 它是属于快写的啊 是快 它写的时候是按块来擦写的 那么它编程的时候 就是我写的时候 一般快擦 首先把这一块那个flush 擦除的话 所有的单元血腰就是擦除了 那么真正编程写的时候的话呢 就你需要的地方写零 其他地方留下来就腰 那么毒的时候 这个是毒啊 那么毒的时候的话呢 就在这个控三这地方加了正电压 如果原来存的里面是零的话 那么它毒出电路检测我这个 这个 这个门栓啊 它没有电流流出 我就认为是毒出来的是零 如果有电流流出的话 我认为毒出来的是零 那么它这样的机理啊 这样的机理 所以说对flush来说 毒比血要快啊 毒比血要快 那么U盘是什么呢 U盘就是一种基于通用的USD接口 就是串情总线接口的一种 V型的高容量的移动存储设备 它的里面 它打开这个盒子里面 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flush memory 作为存储芯片的 这样一个存储器啊 存储设备 那么对于U盘来说 它的特点就体积非常小 大家知道我们的U盘的话 大概拇指这么大小的 重量也就是20克左右 那么它容量 现在我们的U盘容量 可以达到一个U盘的话 16个Gb不止 还可以有128个Gb的U盘啊 容量是很大的了 那么它这U盘 是不需要外部的驱动 也不需要外接电源 因为插上USB口 通过USB提供的电 就可以供电了 而且是既插机用的 可以带电插拔啊 带电插拔的 它的速度很快 大概是软盘速度15倍 可靠性比较好 它可以插100万次以上 那么U盘上的数据 可以保存10年 而且携带方便 那么有的U盘 还带有鞋保护 鞋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Flesh Memory 和我们前面讲的 止毒存储器的 一方P room 它有什么相同点吗 那么相同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它们属于 不挥发的存储器 什么叫不挥发 就掉电以后 信息还能保存的 它不像SRAM和DRAM SRAM DRAM 大家知道 我掉电以后 我的信息是什么 是丢失的 一掉电 一端电以后 你经常你们电脑 一个排斥机 你们干活 干了一半 突然谁不小心 你把电源踢掉了 踢掉以后 你整个机器全部掉电 掉电以后 你再开机 我刚才干活的那些信息 全部不在了 全部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属于挥发性的 掉电以后 就没有信息 不再保存的 而这个Flash Memory 和一方P room 掉电以后 它的信息 还在上面 还在上面 而且第二个特点 它可以在线编程 就可以在线编程的 这个的话 是它的共同的特点 不同点在于什么呢 不同点在于 一方P room 它要求的数据的 写入和擦除 每次是一个字节 而且它要擦的话 一擦整个芯片 全部要擦除 全部要擦除 而Flash Memory呢 它允许是 以字块的形式 一块一块地往里写 擦除也是按块的形式擦除 而不需要整块的擦除 所以它速度比较快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 一方P room 的寿命是有限的 一方P room 大概每次可以 大概编程多少次呢 大概几万次到几十万次 而Flash Memory的话呢 可以到上百万次 上百万次 所以寿命 应该说Flash Memory 比一方P room的话 寿命要长 第三个不同在于 一方P room的擦除 血和毒 那么它的数据 所需要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如果血的时候 擦除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很高的电压 它需要一个很高的电压 一般都是10V以上的高电压 词表面存储区最大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用瓷头来读出信息的 一个是用光 用光头来读出信息的 所以光盘是通过激光的手段 对存储介质进行读写操作的 所以说光存储的本质不在于它记录的过程 而也不在于它介质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 比如说瓷光盘 那么它记录的信息的话 它是以瓷的两种圣词状态来记忆信息的 这种机理的话跟瓷盘 瓷表面存储器是一样的 但是它读出的话呢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光盘存储器 它不在乎它记录的过程是怎么样 你记录的信息的形式是怎么样 它关键在于读出的过程 你无论采用哪种存储方式 你只要读出的话 是用光学的方式读出的 我们这样的存储器就叫光盘存储器